哈囉大家好,我是Rumi 那我們今天又要來繼續製作東西了 我們今天要製作的就是這個馬車 你可以看到後面有人的馬車這樣選口 那為什麼我們要製作馬車 雖然我們背包殘額就會空間不夠 然後馬車又很方便 一次可以練二到四隻馬 像這個的話是兩隻馬的 我們今天是要做四隻馬的馬車 那今天呢是要在爾提諾巴這邊 像在這間房子就是這個馬車製作廠啦 然後可以看到裡面呢 我們今天是要製作這個商團馬車 然後它的材料其實很簡單 就是陽懷木、黃銅塊這些東西 然後裡面最比較困難的是 就是皮革可能要自己去砍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收集材料吧 那我們第一個材料陽懷樹 其實就是在爾提諾巴的下面這個範圍 就會有這個陽懷樹 然後它的樹形呢是長像這個樣子的 這種樹木就是陽懷樹 然後你就可以採結啦 然後因為它是要合板 所以是第三個階段的 那像是柔軟的皮革的話呢 就到海低爾的上方這邊 這一區就會有很多的狐狸了 就是這隻灰色的狐狸 然後就是要一般的模式把它殺了 然後你用這個日格的用刀取它的皮 然後一樣要多收集一點 因為它是要柔軟的皮革 是二階的部分 需要蠻多張皮革的 然後這邊其實就很多活力了 這邊 那現在我們就來製作 黃銅鑄塊 一樣是用礦物加工廠裡面的 這個是黃銅的鑄塊 然後它的話一個是需要融化的 銅塊五個跟亞千塊五個 但是因為我比較少 少就是在挖礦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交易所這邊 因為其實還蠻多的在賣黃銅鑄塊 所以材料部分大概就是遮壓啦 喔然後呢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馬車的行李吊牌 這個是最簡單的 就直接來馬舟這邊 然後按商店 然後這邊就有個馬車用的行李 就是要買四個 四個吊牌 這樣就可以囉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材料放進倉庫裡面 就跟平常一樣就是把我們需要的東西都先放進去 記得一樣要留一個空格 然後我們就來製作吧 然後記得選擇商團馬車 這個商團馬車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按製作 然後它現在就會開始跑 它的東西比漁船來少很多了啦 所以就一樣稍微等一下吧 那現在我們就會來倉庫這邊領取這個商團馬車 然後一樣就是我們等一下又要去登記 這個馬車 那是因為我的馬都放在海地爾那邊 所以我也要跑回海地爾了 真的超級遠的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來馬舟這邊 就登記我們的馬牌 然後就選到這邊我們的商團馬車 然後按右鍵之後就會打名字吧 這次要叫什麼 喵喵喵喵喵運輸器 喵喵運輸好了 好我們這樣子就可以登記好我們的馬車 然後我們就把它取出來吧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在取出我們的馬車之前呢 我們先來連接我們的馬 就是按這個連接馬車 然後選擇我們的這個馬車 放進來之後一樣 就是把馬也放進來 然後按下連接 然後上面就會顯示連接中了 然後就依序 就是拔牛幾隻馬 因為我們有四隻可以連嘛 我們就放十四隻 就讓它全部都連接進來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取出我們的馬車吧 來找找看我們的馬車到底在哪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馬車了 我把它開遠一點好了 沒有人好多 然後現在就可以看到啊 這就是我們這次製作的馬車了 然後它可以一次拉四匹嘛 然後就可以一次練這樣四隻馬 其實還蠻方便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有那些就是 像馬棚之類的話呢 就要再自己去製作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跟分享出去 然後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唷 然後我要來帶我的馬兒們去散步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bye